我们来看罗马书 罗马书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通常我到一个地方 如果只有一次的机会 讲到的话 我就会分享 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大家早早一同来读一下 大家有圣经 哪个圣经 六章第五节 罗马书六章第五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请读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救我们 不只赐给我们新生命 你说还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也求你来帮助我们 能够在地上 不论是生活 侍奉 我们的福祉 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新样式 求你继续来恩待 写着这一节的经文 让我们能够与主同行 并且能够在我们的地上的生活 能够真正来领受基督的大能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 在你面前感恩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通常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会讲 对不对 当一个人洗礼的时候 进到的水里 就如同与基督同死 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有象征这个新生的这个样式 那么其实这个经文呢 是我们新约 大家信主了以后 新约教会每一个基督徒 不论是我们做一个 一般的基督徒 还是我们做侍奉的 每一个同工们 都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 因为在这里面 他告诉我们 第一个是次序的问题 第五节 他说如果我们在 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好 那么 在第五节的当中 讲到这个死 然后再讲复活 你发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序 先死后复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次序 我们通常在教会 大家从国内来 一定都是非常努力 做事工做事工 国内的同工 事工也非常的辛苦 我也知道 特别在有些农村教会 传道人一个主日讲道 三篇四篇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大家都非常的 愿意为主来摆上 但是我们在 事奉的里面 你也不能够否认 在我们事奉当中 遇见非常多的难处 你也会遇见非常多 事奉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有的时候会 不太和谐 事奉有些的困难 那么我们今天 基督徒在事奉里面 一开始你会感觉到 是靠你的力量 对不对 因为你乐意事奉 你羡慕善功 这个都是很好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 他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一个基督徒 怎么去领受 基督复活的大能 基督复活的大能 好像我们一般 在神学里面去讨论 好像是末世论 到了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变成灵体 与基督同在 好像你会想到 那是未来的事情 你能够发生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 他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 就是联合这两个字了 换句话说 他告诉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你不只是未来 要与主永远在一起 你今天从你信主开始 你就可以与耶稣基督 联合在一起 那到底要怎么连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 要来探讨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论我们将来 毕业以后 你的事工作了 有多大 或是上帝给你 一个事工 看起来也不很大 有的大 有的小 这个事工大小 真的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能够 能控制的 那个是上帝的旨意了 很多人 以在大教会 觉得是非常好 但是感谢主 在大教会 当然也有它的好处 力量大一点 做宣教 做各方面 人手多一点 但是有的 同工呢 他会在一个 非常微小的教会 比如说农村教会 像这些的地区 你今天去 事奉的时候 难免在事奉的里头 你走着走着 你会觉得 好像挺委屈的 大家都一个神学院毕业 为什么他好像上帝有特别的带领 各方面丰富一点 而对我 好像到一个比较偏僻 这个资源不是很丰富的一个地区去 其实 这就是我们在事奉里面 我们常常会预见的很多的难处 那么这个联合这两个字呢 他给我们一个基督徒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 在这里面 他讲的一个次序 就是先死后复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 他说如果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会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那么这个死跟复活 这两件事情呢 我们要谈的是怎么去死了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呢 我们要不断的与耶稣基督联络在一起 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连 有时候很抽象的 比如说我们读加拉太书 我活的不再是我 对不对 乃至与基督一同活着 在加拉太书说 我们今天这个肉身呢 好像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活在这个地上的 已经不再是我了 像这一些的经文 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好像蛮抽象的 因为我们在地上 还要吃还要喝 还要跟人相处 还要去侍奉 还要预备奖章 这个不信主的人做的事情 一天所碰到的 今天我们信主的也会碰到 并不代表说 我们信的耶稣 好像这些都碰不到 那我们今天怎么会有一个 我们叫超越的生命呢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非常注意要谈的 请大家翻到 另外一个经文来看一下 哥伦西主第三章 保罗其实在他 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认为 给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 一个得胜的秘诀 这个秘诀 你注意看第三章 哥伦西书第三章 他就来讲一个复活的 一个新生命的 一个样式到底是什么了 第三章第一节 他说你们如果真的 与基督一同复活 要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第二节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 一同藏在神的里头 好 在这里面 他就一开始讲的 好像是复活 对不对 复活的新生命是什么呢 求上面的事 求属灵的事情 我们每天思想的当中 不是地上的 财米油烟降注茶 乃至思想到 神国里的事情了 教会的成长 弟兄姐妹 他们在圣经里的需要 这些是属灵的事情 那么同时很重要的 他开始去讲的时候 到了第三节 他开始讲一个重点 他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 是一同藏在神里头 所以你发现 一个复活的新生命 就是要能够先学习这个死 如果我们今天侍奉 也坦白讲 在美国 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待遇 这个美国独立教会很多 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在中国大陆侍奉 你要看在南边跟北边了 又有不同了 对不对 大城市的教会会比较好一点 有一年我在大陆 做这个牧者联席会 五十几个县制的同工来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 在武汉 它是一个工商团契的一个教会 我们就问了 因为我们做教会的研讨会 特别是这个教会的制度 我说你们对牧者 对神学院毕业的同工到教会去 有没有薪资的制度 国内很多地方没有 对不对 他说 他说这个弟兄举手 他说我们这个武汉教会有 我说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一分享不得了 连我都想去申请了 他说我们的牧师 一个月是五千块人民币 那么师母如果也是一起来配搭 就乘以二 就一万块 家里面有老的 还有老的有基金 有小的还有小的基金 我说你这个制度比美国还好 所以 那好 还有没有教会没有制度的 完全不这个就是挺属灵的 我们都信主嘛 你凭着信心咯 但很多教会也举手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给牧师要多少钱 给传道人多少奉献的 也是一大堆 几乎占了至少三分之二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 哇 人在这个地上 你不能够否认的 你会选择 对不对 如果你又很羡慕了 我如果到武汉这个教会 当然待遇很好了 可是我们在国内 普遍三分之二的教会 特别是没有制度的 你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还是继续释奉了 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了 一个人其实在释奉的里头 不论你的环境是什么 环境是经常会改变的 环境常常会改变 我们如果基督徒的侍奉 我们是跟着环境走的话 你不但没有办法享受 那个基督复活的大能 事实上坦白讲 连基督的那个喜乐 你都不会有的 懂吗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比较 是跟地上在比 你是跟人在比 各位 我们坐在这里 这么多同学 总有人讲到讲得很好的 上来就是滔滔不绝 对不对 有条有理的 讲得非常好 总有人是非常努力 上来紧张的不知道怎么讲 总是没办法的 每个人恩赐不同 你如果在教会当中是奉 你要比恩赐 那对不起 你不会快乐的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不是 你如果要比才干 那真的很有才干的人 大有人在 特别在美国 我们的执事长老 哇 这个有才干的太多了 你不能比才干的 比才干的话 说良心话 我们自己就丧失了这个信心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联合在地上的人事物 如果你的焦点是联合在人事物的话 我们基督徒信心的道路 说良心话 一天都难走 但是你说 那牧师 我们还会遇见难处 我今天如果到一个小教会去 那我到底怎么样 能够保持一个美好的 喜乐的一个态度呢 好 那就是我跟大家来分享的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了 请看到腓立比书了 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在腓立比书的当中 我们往前面翻一张 腓立比书第四张 使徒保罗 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是监狱书信 他就特别讲到一个非常重要 他跟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 大家都来看一下第四张 你来看一下第十一节 他说第十节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有得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个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自主 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我知道怎么处悲见 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好 弟兄姐妹们 这边特别讲到保罗 当时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了 他说了 我在什么情况都可以自主 保罗讲这个自主 很不容易的 因为当时他是被囚在罗马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他也没被定罪 但他也不得自由 大家读《此图行传》的时候 最后那两节 你知道保罗是被囚在罗马 有两年之久 两年是为了一个宗教的官司 上告到罗马皇帝那里去 但是此图保罗在这两年的当中 他在写斐利比书的时候 他说我是知足的 这个知足很重要了 它不是指着世上的人所说的 世上的人什么叫知足 我们中国人讲什么 这个高考重状元 这个知足了 对不对 这个要结婚了 是不是 这个要知足了 这个五指登科了都知足了 他不是讲这个了 按我们今天来讲 哇 找到好工作 哇 我在Google工作了 我知足了 我在Facebook工作 我知足了 哇 我到一个好大的教会 三千人的教会 五万人的系统 哇 我知足了 他都不是讲这个 他的知足在这里面 他讲的是 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 换句话说 他的知足不是靠地上的这些条件 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他说我学会了一点 我知道怎么样处悲剑 今天上帝给我的物资不丰富 给我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地位 一个身份 我今天神给我一个丰富 我是能够丰富的 有饱足的 我是饥饿或是有欲或缺乏的 不论是好 不论是不好 我都可以能够知足 哇 弟兄姐妹 你就发现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 很简单 他在耶稣基督里头 他得到真正的知足 至于外在的环境里头 当保罗三次旅行不到 大家都晓得神很用他的 那么使得许多的地区 能够建立教会 从这方面来讲 保罗是不是很知足呢 我想很知足 如果各位在教会做事工 建立了很多教会 你一定会很知足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年 很早了 十多年前 我到马来西亚去侍奉 有一个非常有恩赐的牧者 他是一个开荒牧师 一个人开了十几间教会 哇 这个是真的有恩赐的 不是一两间 但是他的师母 有一天在这个路上 骑脚踏车 被车子撞了 过世了 被主接走了 他从那个时候 就整个心情就崩溃的 因为他在他的脑袋里面 他告诉我 他说张牧师 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为主开荒 建立了十几间教会 为什么上帝不保守我的师母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当然也可以说是神学问题 苦难的问题 他就说我就垮了 所以我整个人就没劲了 所以我就等于是 跟上帝告假了 停工了 但是那天我刚好记得是讲 创世纪 讲这个摩西五经 我就讲到 亚伯拉罕要进到迦南地之前 他的父亲 塔拉不是也死在哈兰吗 对不对 他的父亲死在哈兰 我想这是对亚伯拉罕信仰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父亲其实跟着他一起的 等于是一个家长 组长一样 带着他能够离开这个吴尔 算起来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爸爸了 对不对 但是上帝让他在哈兰 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 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今天 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快乐 但是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心情就不好了呢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去得到 这个秘诀的时候 你非常难过关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了 我们上了这个很多的神学课 我们去看到那些非常属灵的人物 我们很羡慕啊 对不对 连那个Brother Lawrence 去这个在神学院里面 还不能上课 这个神学院院长都要请教他 这个属灵人啊 是不是 你就发现哎哟 上帝啊 这种人实在太少了 因为那时候的 又没有iPad 又没有iPhone 又没有电视 什么都没有 所以闲着就是 整天在那边与主同在了 今天我们实在是太多了 有事没事得看一下email 有事没事看看信息 还要回忆一下 我们大概很难变成这种 属灵为人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 不是的 因为上帝给他们的 给我们的都一样 同样一本圣经 对不对 一样的谜 两百样人嘛 都听得懂啊 对不对 我们都在读圣经 他们也读这本圣经 我们也读这种圣经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侍奉里面 我们得不到这种 耶稣基督这种死而复活的 这种能力跟喜乐呢 他的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 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 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 跟耶稣去联合呢 后面就是我们要来讲的 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次是读这个基督生平 基督生平是很大的一个范围 有非常多的路线 你可以去研读 通常到教会去讲 我不会像神学院这样讲 我不讲这个路线了 这个是神学院要读的 教会路线我就讲 与主的联合 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从天到城肉身 后来生长在拿撒勒 拿撒勒是什么地方 大家都知道了 拿撒勒是什么地方 小农村 是不是 小农村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愿意在农村的里头 在那里生活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的侍奉是到农村去的话 你不要感到很悲哀 哎呀上帝好像你小看我 我在中国大陆1993年 那时候还在神学最后一年 我就到国内去侍奉 我坦白跟你讲 我到侍奉第二年到国内 1994年的时候 我差不多 第二第三年我就不想去了 很坦白讲 为什么呢 那时候都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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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以北 去河南老家 河南河北 哎呀 到农村里面 当然是传道人大培训了 那个一般的布置绝对来不了的了 但是你要知道 睡的是炕 是不是 那么 这个玻璃嘛 窗户嘛 有窗户没玻璃的 对不对 那个农村嘛 十天又不能洗澡 洗澡要到澡堂嘛 那90年代出头 大家都知道 很多环境都不是太好的 所以侍奉了两三年 我就觉得 哎呀上帝啊 也该换人来这里了吧 这么多牧师啊 不要再找我了 我在美国 应该是在美国 多好 对不对 又干净又好 那你就不要想说 那个国内农村那个茅厕了 对不对 那真的是 灵命近身的地方了 那个真的是不简单了 那个你要讲信息 那个不是用嘴巴讲了 大家都明白 是不是 那个是你 你这个都要去面临的 哇 这个学习很厉害 有一天了 当我最难过的时候 我真的不想呆了 我恨不得 下一秒就是上飞机 提着行李回美国 空气又新鲜 对不对 吃得又爽口 什么都好 样样都好 到了国内 样样都觉得不方便 除了那一群的传道人 我很喜欢他们以外 其他生活 上台讲道很好 讲课很好 下台是样样不习惯 就变成这个样了 好了 有一天了 我就心情里面 有一点不太舒畅的时候 甚至最危急的时刻 突然有一个意念出现了 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 各位 我们读圣经 来到神局 拿撒勒人耶稣 这个话不知道听了都好别了 大概你也不觉得 发生什么伟大的效力 为什么不是耶稣基督呢 是拿撒勒人耶稣呢 突然我就惊醒了 我说耶稣不是农村人吗 我今天到农村又怎么样 你懂我是吧 所以当你在你的侍奉里头 你有难处的时候 你说你要靠什么突破 是不是 你要靠你的脑袋 东想西想 然后你再去比 那个人上帝带领的好好 你看他条件又好 待遇又好 羊群又多 在教会 同工团又大 你要去这样比的话 我告诉你 侍奉 你大概一步路也走不了了 因为你每走一步路 你就会非常多的挑战 这个挑战 其实是自己产生的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你自己产生的 所以当我在那边 靠着拿撒勒人耶稣 通过了以后 我发现 以后我的侍奉就很顺了 你们不去农村 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不对 很多人不要去农村的 农村条件不好 我刚时9394年 其实训练的这些同工 其实很坦白跟你讲 可能都是你们很多爸爸辈 爷爷辈 那其实他们都是小学毕业的 好不容易班上有个高中毕业 那就是万从之中一朵花了 你知道吗 非常难在 不到现在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的 是不是 90年代就是这样 但是你也别小看他们 他们在地方教会里面去带领 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有恩赐的 非常中心的 这也是我们很值得佩服他们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侍奉里头 你一定遇见非常多的难处 那这些难处 你到底要怎么办呢 你今天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侍奉 我相信在经济上也不是那么富裕的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 你不要跟院长比 院长现在有房子 你也别跟我比 我住在Sense Jose Cocco Petino 房子也很好 你不能跟我们比 你跟我们比 我跟你讲 你圣经也别读了 张牧师开的车好好 你看我们来买个二手车 那我告诉你 我就说了 你人比人你气死人 你懂我是吧 你不能跟这些比的 我们当时来也是很辛苦的 我刚刚是来开了一个车 福特车 我告诉你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因为道党坏掉了 OK 我们都经过这个移民的过程 懂我是吧 十年 只是我们经过了以后 我们今天日子是比较稳定了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不能就比的 你去跟这些人比 我跟你讲 你今天一天你都读不下圣经的 那你要跟谁比 你要说你要跟谁比 当然你要跟耶稣比 耶稣是农村人 耶稣家里穷不穷 大家都知道圣经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对不对 你不来这里读 你都知道耶稣是穷人家的孩子 当他这个时候到了 他妈妈做这个节祭礼的时候 你看班纠足鸽 对不对 这个是立位祭里面 最差最差 穷人的这个 可以讲他是个穷人的孩子 所以当你去跟耶稣去比的时候 今天 哇不好意思啊 我们比耶稣富有多了 是不是 应该大家没有人敢说 no吧 对不对 大家都同意 我们比耶稣富有多了 所以当你去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不一样的 你就会发现 你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平安 跟喜乐是充满在你的心里头的 这是你基督徒开始出来做侍奉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联合 这个联合是会支撑你在侍奉的当中 我说了 瞬间也好 逆境也好 它不会改变你的心智 懂不懂 为什么有的人侍奉到一半就改变心智了呢 我以前在基督公司学院读的时候 我一个同班同学 从第一天进去就认识了 因为他是一个肝脏移植的外科手术 从第一天就在讲 我做移植的时候 做肝脏外科手术的时候 哇 那个是不得了的 那个很多的那些设备 哇 就是都要 这个组织医生就像是一个hero一样 一个英雄一样 大家都明星 美光灯都照着他的 从第一天等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礼拜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要毕业了 他还在讲他是一个什么肝脏外科手术 我就很不客气了 我说我从第一天进学校 我跟他都是同学嘛 我说我第一天就听你讲 你是外科手术医生 你到了今天要毕业了 马上就要出去侍奉了 你还在讲你是个外科医生的话 我说你到教会去 你在台上讲说怎么样开肝脏吗 大概没有人听得懂吧 你是很有学问 不过没有人听得懂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啊 开始去调整我们的焦点 而不在地上的这些的时候 你发现你会慢慢慢慢开始放下你非常多的东西了 然后当你去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 这一点非常不简单的 你会发现你充满了上帝给你的这个丰富 那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代价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来看看 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还没讲到 主要你看看耶稣基督 第一个你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遵守上帝话语的人 你注意来看看 他十二岁成为律法 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 每一年到逾越节的时候 耶稣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按着节旗的规矩上去 手满节旗 他们就回去 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你就会发现 主耶稣基督在他从小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 他的父母也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 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 按着节旗的规矩到了耶路撒冷 那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各位将来去募会 因为在美国的教会 差不多很多的教会 都是至少一半 都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 对不对 在美国信主的 那有的教会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甚至是百分之百 都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 大家来到美国 当然就感觉到 再加上后现代化的影响 后现代化就是90后 这些学生年轻人 他们都很自由 所以来到教会 今天美国的教会 也非常难建立一个非常discipline 非常有纪律的教会了 非常非常难的 80年代90年代 只要牧师在上面讲圣经 讲耶稣讲十字架 基本大家都没问题 对不对 大家对牧师很尊重 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说要会讲圣经 不会讲那绝对不行的 你下台你还要跟人相处 对不对 你还要去做辅导 你还要能够带领教会 能够走出一个异象 更重要的能够带领教会 你能够找到奉献是更好 现在做牧师是非常多的条件 在你的身上了 但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因为教会现在在21世纪 其实越来越难维持这个纪律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得以自由 可是现在很多人 他不愿意好好读圣经 所以在圣经上面很多的教导 不愿意去听的 所以造成教会的成长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在美国久了 教会其实出现的冲突 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还是一个原因 第一个是神的话 根基不是够 第二个就是 大家得以自由 不愿意遵守教会的规定 但是你回到耶稣基督里头 你去看 耶稣基督12岁成为律法之子 他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 耶稣是神的儿子 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 他还乐意的来到这个地上 遵守旧约的这些的规矩 所以你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就知道 耶稣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 各位将来到教会去侍奉 教会也有非常多的规矩的 这个不论是你喜欢 你不喜欢 你要不要遵守呢 你还是要遵守 虽然你是传道人 你是牧师 你还是要遵守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他也遵守的 这个规矩非常的重要 那么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在基督的生平里头 有一些是 让我们去学习的时候 帮助我们在侍奉的里头 你跟他联合在一起 能够帮助你度过 侍奉当中的最黑暗的这个时刻 有的时候在侍奉 一不小心会遇见非常多的难处了 这个难处有的时候 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但是你就发现 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 克西玛尼园 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希伯来书说 他在克西玛尼园大声流泪祷告 对不对 那么你就发现在这个十字架的面前 耶稣基督他知道 他要为人类 为我们这群相信的人 要钉在十字架上 他是有征战的 他不是没有征战的 在希伯来书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的描写 当他最需要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同工在干什么 耶稣的门徒在干什么 睡觉 对不对 弟兄姐妹们 有一天你出去侍奉 你非常忠心 你非常忙碌 有一天你看到你那些同工 漫不占心 也无所谓 对不对 本来跟你讲好 一起来佩搭 时候到了 一个电话就来了 我现在家里很忙 我现在事情很忙 我现在没办法来 我看大家一般的人反应 也是气得气壳生烟 大概你对这些人 也要放弃了 对不对 很肯定的嘛 如果在中国大陆 就比较有权柄了 牧师就说 以后这个事你就不必做了 另外就是你也永远别做了 很简单 在美国你就不能讲这种话了 对不对 在美国你还要跟他 还要跟他说好话 我们很理解 下次继续努力 他就倒过来 环境不一样嘛 是不是 难怪很多人 渡完生就回中国去 中国比较好侍奉 因为比较有权柄 但是问题在这里 不论你在中国 你在美国 你今天还是会受影响 是不是 你在中国你可以讲直接的话 你这样是不可以的 你还不够资格侍奉 这个侍奉 我们现在执事会 我们现在同工团 决议给你停掉 甚至牧师就说给你停掉了 没问题的 你不高兴 你不高兴是你的事 对不对 因为我们觉得你这样的话 教会没办法给你配搭 在美国你不可以这样讲 可是问题在这里了 我们今天在做侍奉 如果你碰到这种状况 会影响到你跟同工之间的关系 甚至会影响到你侍奉的冲劲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从另一种角度看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耶稣基督在克星玛尼远 他所经历的 当他在整个侍奉三年半的当中 他最需要的 他的同工来为他一起来祷告的 进行祷告的 其实就是定十字架这件事情 但弟兄姐妹们 他最钟爱的几个门徒 都在那里睡觉 所以当我们如果经历到 侍奉当中的这一种状况的时候 第一个你不要不高兴 第二个你要感恩 你说感谢主 我终于读懂了克星玛尼远了 我终于知道克星玛尼远 耶稣基督为我所承受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 他走在我们的前头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么有一年 我一个弟兄说 爱人如己 当你跟弟兄有嫌隙的 跟他去talking talking 谈一谈 那么你如果大家谦卑一点就没事了 后来有个弟兄说 他说牧师 这个讲得很对了 我们应该去跟人家和好 他说有一次不是我做错 但是我跟教会的同工有点嫌隙 我就去跟他说很抱歉 说完了以后 这个弟兄马上就说 你看妈 就是你错 如果不是你错 你干嘛来跟我道歉 所以他说 哎呀牧师 哎呀这个耶稣 这个话 我要考虑考虑 以后要不要做 他说我不做的话 大家还不知道是我错 其实也不是我错 我一去做的时候 被他一讲 还真的是变成我的错了 我说弟兄 读圣经要读懂 你注意看那个犹大 耶稣跟他说的第一句是什么 朋友 对不对 耶稣对犹大说朋友 第一件事情你做到了 不管谁对谁错 这是你的弟兄 但是后面那句话你没做到 耶稣把主权交出去了 后面是什么 你要做的就怎么样 你就去做吧 对不对 你跟他和好了 这是你在上帝面前 你跟神交仗了 至于他愿不愿意跟你和好 那是他个人跟上帝的事情了 懂不懂我 这不是你的事情了 你晚上可以好好睡觉了 没问题的 你可以这个精神养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 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晚上睡不好觉 是不是 这个吃亏的 还是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一方面要向上帝交战 交这个仗 第二个我们要跟人 在圣经里面 维持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 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 到底靠什么 很简单 学耶稣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我们回到 耶稣基督里头去联合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彼得前书 一句话 来 最后一节经文给你们了 请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二十四节 请大家一同看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这个是救恩了 大家都知道 因信称义了 耶稣为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是后面这一小节的经文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什么 医治 好了 通常这个医治 一般人他不太会解释了 对不对 受了鞭伤 得医治是什么 耶稣为我们受鞭伤 表示他遭受的苦难 让我们得以医治 其实这后面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基督徒 信主了以后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不论是家庭生活 事奉 在魂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感觉 对不对 魂的部分 你会有高兴的时刻 你会有难处的时刻 你靠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的苦难 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很不容易的 但是其实也很容易 为什么很容易 因为你连在耶稣的里头 当你不顺利的时候 打开基督生平 寻找一段的经文 适合你 这个经文可能就是 给你最大的一个安慰 当你感觉到 你没有办法去诉说 你的内心的软弱的时候 你回到耶稣基督生平里头 耶稣已经为你付出了 一个代价了 你从耶稣基督里的代价里头 你可以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安慰 所以当我们去研究 基督生平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条路线 与主的联合 今天呢 很多的 我到马来西亚去侍奉 东南亚侍奉 有非常多的小孩子 他从小因为父母关系不好 所以有离婚的 有被遗弃的 他现在长大了 信耶稣了 你跟他讲神爱你 他说我知道神爱我 但是他马上一个问题来了 我的爸妈妈 为什么不爱我 对不对 这个你很难去解决的 这是在他浑的里头的这个部分 他从小有一个缺陷 有一个缺陷 那么这个缺陷到底怎么弥补呢 我很坦白跟你讲 我们用什么方法都没办法弥补 因为这是他从小的经历 是不是 他现在长大了 是一个大人了 他也不可能再重回一个小孩子的状况了 那到底什么去处理呢 我们就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对了 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这群罪人 在十字架上与父神有一段的离弃的关系 分开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头 我们用这句话来安慰他 同时还有的小孩子是什么 从小家里情况不好 跟着老爸老妈做苦工 失去了孩子的那个童年的机会 那个欢乐的机会 哇那怎么办呢 你要靠着耶稣啊 你靠着什么办法 你说耶稣爱你了 我们爱你 他也懂啊 这个都是很表面的了 对不对 但是在他的心灵的里头 他受到这个压伤 他怎么样得安慰呢 一样的 你要靠着耶稣基督了 你不靠耶稣没办法了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六章 最后来看看就停了 马可福音第六章 你注意看 当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 在他的老家拿撒勒 他到会堂里头 开始去传讲 在马可福音第六章 我们一同看第二节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 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手中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好 第三节啊 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 非常重要的第三节 一同来读了请读了 这不是那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好 贵堂的人 如果是眼睛都是 封闭起来的话 听耶稣的讲道 哇太棒了 稀奇啊 这么好的道 但是当他的眼睛一打开一看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那个木匠吗 这个木匠是指谁的 其实就是指耶稣嘛 很简单嘛 对不对 这里不是指约瑟嘛 指的这位弥赛亚耶稣嘛 所以你从会议堂里面 对耶稣的身份的认证 他们认定耶稣是一个什么 木匠很简单 所以可见耶稣是木匠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嘴巴讲讲 他一定在他的家乡里面 做过木匠这个工作的 在他没有正式出来传道之前 所以你就发现 这位耶稣基督 他在他的家乡 在他没有正式出来传道之前 他其实是也肩负了家庭的生活 弟兄姐妹你就知道 因为他是长兄嘛 等于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算是长兄 他当然是圣灵怀孕了 对不对 但是以地上这个家庭来讲 他是一个长兄 他负责这些弟弟妹妹们 很多的家庭的生活的需要的 所以你就从这里 你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安慰 所以弟兄姐妹们 基督生平其实是一个宝贝 是一个宝藏 基督与锁定的十字架 是基督徒唯一得生的秘诀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 今天很多人不太爱听 基督与锁定的十字架 因为听到腻了 耳朵发沉了 觉得没有意义了 所以要搞外围的东西 搞一大堆 但是错了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宝贝 慢慢去借着 这些客人把它挖掘出来的话 我们今天生命是很难改变的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连结在 耶稣基督里头 你发现你在任何环境里头 你都是全世界最喜乐 最幸福的一个人 所以罗马书六章第五节 那句经文 其实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经文 这个经文不只是用在受洗里面 我们可以讲 我们更可以实际地用在我们 弟兄姐妹的身上 在我们的侍奉里头 更是可以用 所以你的难处都是上帝都知道的 主都知道的 但是你的难处要怎么过关呢 我们礼拜二特别去讲这个课程 基督徒的属灵成长不是一个曲线 是一个阶梯 你这个难处过了 后面还有一个难处了 对不对 跟雅各是一样的 一开始是拉班 再来是他的哥哥 跟姨嫂认罪 再来就是他爱的离开了 是不是 拉结难产而死 剩下一个妻两个妾 按照我们所理解的 应该都不是他最爱的 这是肯定的 其中一个妾还跟老大流变同情 对不对 你看看到最后他还要去爱这三个不爱的人 还要去爱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 爱的孩子也不见了 约瑟下了埃及了 你看看到最后 灵命的最高峰 以色列 他来带领这个家庭 说句实在话 这个家庭从孩子到他的其他的妾 都不是他最爱的 最爱的都不见了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的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 为我们道成肉身 这就是神性的爱 基督徒要能够活到 基督的这个power能力 这些我们需要与他联合 靠自己不可以的 先死后复活 这是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 所以我们常常要靠着圣经的经文 先build up你自己 建造你自己 你自己建造健康了 教会就自然健康 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就自然健康 我们一同来祷告